教育局召開緊急會議 與中學校長、老師、家長代表、教育心理學家及學者等 討論近日有學生興生的問題 作為家長,你做得非常好 我不是首先已經有先入為主的態度 而是我願意去傾聽人最需要的 不是真的你給我一個解決方法 那個環境是解決不到的 但是我那個感情、心情上就會很不同 原來有人我重視的人 是願意明白我、聽我說話 去真是理解我心的感覺 而不是一開始就是來指責我 我小朋友二年班 我就開始覺得有些不對勁 他說他睡不著 我覺得二年班睡不著是一個很值得警惕的一件事 有時是功課太多 我叫他 OK,停,不要再做了 但是我原來他上學是要給別人睡的 於是他就怕被學校睡 所以他就會睡不著 正正在我們的教育文法裏面 充滿了負向思維 我們是挑釋什麼 什麼不對打大交叉大交叉 不是看小朋友做對了什麼去鼓勵他們去說 你做得挺好 可不可以這方面再改進一下呢 如果真的有這類型的情況 其實家長是不應該忽視的 關於小朋友 本身他的心理健康 另外學校的文化 另外再大一點是整個教育文化 那幾方面其實都可能是一個很重要的時機 讓我們重新去反思 嗯